即是他的首歌不知道,跟你一起玩,你以為會打他 你這個紅拳功夫,我覺得你可以做一本非常好的書 全世界都有人可以跟著這個書 為甚麼你不出一本功夫的書? 我呢,問不就當然不行 你不用問,你不用拍照 多虧你不要大佬關注 你來拍照,我們三個來寫 那你來拍照 我們跟他寫字 這些書是動態的,不要靜態的,不要擺放他的姿勢 照射態的,照射,照射 那為甚麼不想出一套錄影帶呢? 都可以 我們的盈利會更加高一點 嘩,甚麼做老婆,這麼是鬼的 老婆是守住的,老婆是守住的 得的,對的 錄影帶收到貴一點,收價高一點 少爺沒有那麼廣,錄影帶也好 錄影帶同樣宣 真方大,他也是這樣 健身手都可以,錄影帶更好 當然 從最粗暴的階段到最深奧 這是辦法 那就慢慢吧 不是,小弟 不是,你真的應該傳下來的 有啊,我都傳了下去了 因為中國功夫往往容易失傳 只有,我相信中國功夫到現在 從難到八,只有洪拳是最完整 最完整 最完整,傳下來的 這個對所有電影發揚洪拳的功夫 都可以有廣告在這裡 是啊,對於洪拳的事,我也盡了責任了 在電影廠,以前張徹那些 很早就已經打出來了 不是啊 因為我知道你還有一套東西藏起來的 鐵線拳,你跟我說過 是不是啊 鐵線拳這些東西很容易學的 大家也有些健身的東西 是嗎 但電影還沒打過 他不肯打給我看 是嗎 我打給你看,就是對牛彈琴 哈哈 他另外有功夫打給你看 就是,廖哥託世何必彈田給你看 這是對廖哥打拳 對廖哥打拳 對老婆打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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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們轉換話題 不要說公公的樣子 觀眾很悶的,知道嗎 大家對公公的樣子 好啦,那天成龍說做少爺兵的時候 都多虧你照顧一下他 那天你有沒有記得什麼東西 記得,那是西師傅 每個人都是三人主 一班,走走走走 很餵吃 很餵吃的,想吃東西 你知道啊 他師傅,不是黑波 養了人多 那天去買一個送頭 給他吃 那時候打武家都很窮 不是很富有的 是 又想栽培一杯 一班後代 那你就要吃住 捉樓給他住 這些肥肥就很難找 最多有時候請他來拍戲 大家賺點錢 就不怪他 他們應該不夠吃 年輕人,但那邊夠吃 那些時候,大家都吃東西 很開心 但那班人真的很反抖 很反抖 很反抖 真是反抖 師傅在那裡找到 成猴子 周圍不見他 哈哈哈哈 實在說 實在你也是一本電影史 你經過了 直至香港電影史 我們現在還在夜晚睡不睡覺 還看到大圖鴿 唐佳劉家良 大圖就是唐佳劉家良 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都在玩 真的很好玩 我看過他 夜晚粵語長片 有一套張英才 叫做出駕從妻 一條扭腰木 有 有 你當然是 有 出駕從妻 正 當時拍電影的東西 我入行 大約是十五六歲 沒那麼大 八歲 五十五歲 五十年代 我來香港沒那麼久 老爸說 那當然認識顧文宗 有一個顧文宗 很久 我很尊敬這位師傅 那 劉産常常會拍戲 打孤夫 我老爸那時候 沒甚麼所謂 打無家 都喜歡表演 我老爸不無意外 我年春都拍過戲 劉産 劉産拍過戲 所有林世榮都是他做的 是 對不起 這個人 真的 繼續 我拍了一部關東小學 當時是瑜伽 一個瑜伽 瑜伽 他做一個北派老師傅 教瑜伽 打 我們族行記者 打工夫 打賊 一些大橋 不如叫你兒子來 和他差不多 那麼大 一坐回去 夠開 當時就開始為了 拍還有 當然不是正行拍 不是正行拍 就是拍下也不拍下 拍下也不拍 我老爸那時候 在香港開了兩間武館 常常在打工夫 幫我們教 又拍什麼 總之就是 差不多到現在 他就有啥厉害了